大家好,今天早晨看了一下巴黎长荣桂冠酒店 仍然没有道歉,还是找上海的长荣桂冠酒店出来应对中国 也就是说,现在台湾的长荣集团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海外继续分裂中国 到了中国大陆就夹了尾巴,又谈什么两岸一家亲 让上海人出来给台湾人道歉 上海人什么时候成台湾人的代言人了 我觉得上海人要硬起来 你知不知道长荣一直在分裂中国 长荣巴黎酒店经理到现在都不道歉 前台公开讲话,台湾不是中国的 我看那视频讲,台湾不是中国 前台服务员告诉你的,台湾不是中国的 然后到上海呢,找几个上海人出来致歉 你们上海人要不要脸 你们什么时候成台湾人代言人了 你不成二鬼子了吗?上海人 记不记着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那现在就是台湾人在那公园里边 溜了一个牌子 你上海人当印度阿三呢?在门口 管理中国人,维护跟中国人的关系 出来发他妈道歉 你上海道什么歉?我问问你 你上海长荣你道什么歉? 你道什么歉?现在是巴黎的事 让台湾人自己出来道歉,你上海人出来道什么歉? 真的啊,有时候我为什么我总瞧不起上海人 为什么人家挂个牌子,华人与狗 那叫上海人与狗不得入内 你看看现在的上海人,跟他们狗一样 跟台湾狗哈巴狗一样 人家让你发一个喊你就发 巴黎那边屁都不放 台湾就不是中国的,看到了吧 这陆委会今天也发文 陆委会的这个例行记者会回应 说关于中国网红这样的行为 近几年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现在在中国民主主义是赚流量的好生意 所以此类行为在世界各地都有 他说这样的行为不会让中国变得伟大 只会引起国际反感 这样问题不只有台资企业才发生NBA之外 中国网友也进行抗议 结果被禁止播出 用民族主义干涉商业 用民族主义赚取流量 并不会让中国伟大 只会让中国更让人反感 这是中国的底线问题 一个中国的问题 现在这个台湾人啊就是要用什么 要用什么大爱 无私 国际 世界 这项词来压制你 不让你在台湾上跟他来竞争 跟他来较真 然后他在私下就搞态度 那你们台湾人在一个旗 中国国旗 这一个问题上 你们台湾人显示出你们所谓的伟大了吗 挂一个中国国旗 为什么要较调他 啊 梁文杰怎么回答 梁文杰 你是不是七尺男儿吗 对不对 边老边来边去的 当着什么陆委会主委 陆委会的发言人 每天在陆委会上班 想没想 过没过脑子 为什么每天拉完屎 吃完饭 跑到陆委会来 逼逼逼 想没想过 啊 梁文杰 你拉完屎 吃完饭 为什么要跑陆委会来 是为什么有陆委会 台湾是不是中国的 台湾是不是中国的 你搅中国的国旗 能显示你台湾人的伟大吗 这事情是中国人做的吗 不是你台湾人做的 怎么倒打一耙出中国呢 中国小气啊 是小气吗 你玩的就是台独啊 你都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啊 你这不叫分裂中国吗 那你陆委会 你梁文杰 你每天 拉完屎吃完饭 你跑到陆委会干嘛了 你每天啊 陆委会有存在的意义吗 如果台湾不是中国的 你干嘛整个陆委会呢 这啪啪打自己脸吗 这合乎逻辑吗 合乎逻辑吗 谁小些 啊 什么伟不伟大 这是伟不伟大问题吗 你台湾伟大吗 你看看你那经理 说哪哪句像人话 像一个服务业的 像服务业说的人话 那不就是台独分子吗 一看啊 把中国人 哎呀 中国人哪 要么鬼怪 是吧 要他妈没有法律限制 把中国人杀了 直接烧烤 切片 我直接生吃了 这就没台湾人吗 杀中国人 种族灭绝中国人 啊 怎么的 我中国人反抗一下 就这么啥 被国际啊 耻笑了 怎么意思啊 我中国人 我中国人只能等着你们宰割 等着你们这帮台独分子 把中国分裂出去 那就好吗 最可笑竟然是梁文杰讲出来的 陆委会讲出来的 梁文杰 你每天拉屎的时候 想一想 啊 下一顿吃啥 到陆委会讲什么 好好想一想 在拉屎的时候 好好想一想 你干这份工作 你是个男人 你每天放这个屁 有什么意思吗 浪费生命 在这个陆委会 你干嘛呢 让人耻笑 这不是小丑的工作吗 中华民国 那不叫中国吗 台湾不属于中国吗 你看看那个台湾 那个酒店在巴黎 哎 台湾不属于中国 不属于中国 你陆委会出来逼逼啥呀 陆委会结束吧 关门吧 梁文杰听懂没有 台湾听懂逻辑没有 台湾不属于中国 不属于中国 你要中国那么多利益干嘛呢 又他们两岸一家亲 又搞他们什么 在大陆做生意 我们不谈政治 挣钱的时候 又跟中国大陆好了 然后立刻回头 就搞什么台独分裂活动 谁被世界耻笑啊 全世界华人好 平民人理 谁被世界耻笑 买回来的国旗 人家卖国旗的是不会分的 什么中国国旗 其他国家国旗 都有 你为什么剪掉它 能显示出你台湾的伟大吗 只能显示出你就是台独分子 你这个酒店从头到尾 你这个长榮集团就是台独集团 我今天我看这个梁文杰讲话 这台湾媒体还大肆宣传 给我笑够呛 越笑我越生气 所以我今天必须做这节目 我今天骂这个梁文杰 骂这个陆委会 不要再跟大陆谈了 以后陆委会关门吧 陆委会都不去批长榮集团 跑这说什么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啊 815什么啊 日本抗日战争结束 日本投降 谁带领中国赢得抗战的 你国民党 中华民国 结果现在中华民国公开反对中国统一 公开支持分裂中国 可笑不 可笑不 当年你们就是民族主义啊 中华民国 怎么现在又变了 又不玩民族主义了 台湾那帮国民党 叫中国国民党 记住你前面叫个中国国民的 你们好好想想什么叫民族主义 把中国分裂了就没有民族主义了 想不想五胡乱华 五胡乱华的时候 中国人那时候都是忍辱负重 没人看民族主义 被杀光了 吃光了 最后谁救了中国 民族主义救了中国 民族主义 把中国分裂了就没有民族主义了 中国都死绝了 就没有民族主义了 这就是梁文杰的 他的世界观 狭隘的世界观 民族主义 你看看美国 美国为什么天天要求你挂国旗啊 那不是民族主义吗 这个事发生在美国 你觉得可能吗 这就是我说的 美国人挂国旗 就他妈不是民族主义 就是他妈爱国 中国人要求挂上中国的国旗 就他妈是民族主义 他妈赚流量 炒作 这件事是因你们台独企 凭什么减中国国旗 这不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就看那个中国国旗不顺眼吗 就看那个中国国旗 你觉得影响你台独了吗 看到了吗 你们所谓的长城集团 你们伟大吗 你找那个经理 那个傻逼呵呵那个经理伟大吗 我下回去巴黎 我还要去长城那个酒店 我看看 有机会我见下那个经理 这么牛逼吗 这么多国家的国旗 一下就挑出中国国旗 给脚掉了 你们伟大吗 梁文杰能回答吗 梁文杰啊 陆委会啊 关门吧 别干了 没什么意义 你说每天你在这扯 这些东西干嘛呢 逻辑都不通 民族主义 没有民族主义 中国早他妈被你大切拔块了 台独最害怕的 中国的民族主义